Good morning guys 今天我们来分析一款程序并实现一个注册机 主要来分享一下注册机的制作思路 首先第一步我们要看一下程序的基本面 就像买股票一样分析一下它的基本面 我们打开这个软件 这是一款驾校科目培训的软件 帮助学员来学习理论知识 我们直接来到注册的环节 这里让我们输入授权码 当然我们不知道是授权码 我们随便输入错误 不过我们预期 接下来我们分析一下这款程序是什么开发的 我们可以看到.net 4.0 而且看起来没有任何加固 这样就好办了 我们把它写下来 既然没有加固 我们尝试直接反变异它的原码 随便点开看一下 订起来这些代码都没有进行固扬 那就很简单了 我们直接去搜索关键的 常用关键字 比如说 入册 授权 刚刚那个软件 当我们注册失败的时候 提示我们好像是授权失败 我们搜索一下 我们拿到第一个函数进去看一下 看起来函数名就非常像 butt register 看起来非常像 甚至连提示都已经看到了 或许授权失败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 或许授权失败的时候的这个提示 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了这个关键的函数 接着我们继续分析一下它的算法 既然代码没有做任何混淆 是很容易分析出来的 好的 我们解释一下关键的几个部分 首先 授权码包含两个部分 前面16位 第一部分 是设备码 意思就是说 它要等于设备码 然后 生态部分 第二部分 是关于一个 日期时间的字符串 这个日期时间的范围 必须是系统30天以内 当前系统的30天以内 基本上这就是 授权码的内容 然后 在授权码这些内容的基础上 进行了一次 所谓的解密 现在我们只需要把整个 流程给它反向过来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自己写代码来实现 它的这一个算法 好的 这里呢 我们选择一个 比较 偷懒的方法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 它这个 Drip的函硕 它实际上是在 这个DL里面 它开头已经暴露了这个DL 而且这个DL是没有任何加固的 最主要是 连这个符号文件都跟随在一起 那就很简单了 我们连加密和解密算法 都不需要自己去实现了 只需要直接调用它就可以了 我们现在把它给复制出来 把它加进去 我们看一下 我们这里已经得到了它的这个加密函数 那同样的还有它的解密 加密解密都已经有了 我们主要做反向操作 就可以实现我们的注册机 具体它如何加密和解密呢 我们就比较偷懒了 不用去做这一步了 直接调用它现成的 好了 接下来是代码环节 好了 我们现在看下这个代码 首先我们要自己去输入设备号 就是设备码 然后再输入一个系统时间 这里是直接获得系统时间的自复串 时间和日期 然后把两个部分相组合 得到原始的编码 把这个编码再进行一次加密 调用其加密库的加密函数 最终得到了这个授权码 得到授权码之后 就可以直接输入到软件里面进行测试了 我们现在需要得到第一步 就是这个设备码 设备码在注册软件的环节 它会弹出来我们去看一下 这个设备码应该就是机械码 把这个复制下来 之后我们直接启动程序 输入进去 我们得到了一串自复串 这串自复串应该就是最终的授权码 我们复制一下 去测试一下 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 OK成功了 提示我们注册成功了 这样我们就已经完成了一个 系统以授权 你已注册成功 这就是一个简单的注册机的思路 好的 本期的分享就是这么的简单 这么的直接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 感谢观看